以全国祷告网络为连结平台的台南转化团队 在二月份的祷告祭坛中 有十多间教会近百人出席 特地为新冠肺炎疫情祷告 也为国家城市祈福 很多的人他们被隔离 他们在那样子的恐惧战惊当中 我们求主来赦免 我们没有以基督的心为心 我们同身开口 求主来赦免我们同身开口来找到 第一个我们知道我们不孤单 第二个我们知道我们资源互相的共享 第三个整个台南市的教会有一个概念 就是一个教会的概念在这个当中 台南转化团队十多年来 已成为众教会间连结的平台 每月的祷告祭坛固定聚集 为台南城市以及国家社会议题守望祷告 祭坛可以来止息文艺 祭坛也能够来处理许多的罪 因为哪一些人犯了疫情 然后影响到你我 难免就是有一种只管自己的心理 那可是在教会里面呢 我们却是要讲彼此相爱 面对长期的防疫大作战 基督徒需要共同举击手 呼求祷告 祈求上帝 慈下平安